男女吵架洞嘴不夠 當街上演推擠拉扯 情侶間情感糾紛 劍不斷 力還亂 只是沒想到桃園中理 竟有情侶爭吵 金包變成害人分屍案 都是感情糾紛 有人這麼說啦 狠心男友房間內 傷害女友 還把人拖進廁所 驚悚分屍 禁止因為懷疑女友 移情別戀 兩人在逐物處爭吵 沒想到嫌犯金一氣之下 在床上洽餘女友後 拿起螺絲棄子 猛吃自死 竟還想毀屍滅雞 鄰近商圈學校的寧靜住宅 驚爆害人分屍命案 居民們人心惶惶 事件直到女子隔天 沒去上班這才曝光 警方將人拘捕遺送後 19號法院判決出路 粉絲凶險依舊逃死 於犯後5小時 立即持拘票 將馬前居提到案 並查扣凶刀一把 其他相關證物 桃園地院國民法官審理後 依殺人登罪 判處嫌犯無期突襲 只是情侶追小口角 卻演變成驚悚分屍案 冷血手段實在是讓人不寒而栗 記者劉志展 桃園採訪報導